好了 第三節回來了 順應一下checkroom的網友文意 他要再一次 我要多謝阿鏟公主 投資一些影片 就上youtube 很快 今天大舊長毛那些都投資上去 我有一段投資不到 因為那段時間 剛剛NOW的直播台 直播記錶 NOW和Cable都是 可能是那些業績報告 就播了那些 但是晚一點可能有得replay 我想邋公主都會 把他投資上去 不要緊 少了一次沒所謂 你又不需要刻意 一定要等他重播 然後你再把我那段影片放上去 雖然那段都挺好看的 今天那段講大盜之行 天下為功 我有一股衝動 想寫一幅字送給你 張建宗 等你放在辦公室 那幅字就是二千多年前 孔夫子 即是禮記禮運大同編 其中幾句說話 老有所忠 有有所掌 藏有所用 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是嗎 放在辦公室 等你看不住他 第一就是老有所忠 接著我就說那個 宿偉的問題 就是胡養院的宿偉 過去五年死了七千多人都排不到那個位 是嗎 那就是突然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政府 尤其是今時今日 就是這麼多錢 是嗎 坐擁萬幾億財政儲備的時候 喂 講緊花了幾十億的 你明不明白 增加多些的宿位 你都搞到這樣 所以我有時覺得 當然有些人就認為 你們最厲害叫人派錢 是嗎 問題就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事實上你每一年這樣摘下去 現在人口老化 那你怎麼搞呢 越死越多 不是越死越多 那數字也是 那我問 喂 我是不是要等人死 那你省一點 你就預算死的數 排吧 你會死的 你排吧 你會死的 你死了我就不用加位了 還有很多人不明白 你排的時候 老人家是很辛苦的 他的生活 他是因為要 他的生活 就是艱苦 才需要他縮位 他現在就說 我們有些社區服務 你會給他睡的 大哥 在護養院裡有人照顧他的 這些人就是家裡沒有人照顧的 是不是 有頭髮 誰想做辣椰 我是有錢人 李嘉誠今年一八十 難道我要住護養院 是不是 他在大宅住 那麼多工人 那些是沒辦法 第二天叫所有退休高官 除了給他退休金之外 要強迫他們一定要住那些 不是那些政府辦的 是那些私人辦的那些 就是幾千元一個月的 那些護養院 就是知道那個艱苦的 他都不明白 他不知人間疾苦 他只是做paperwork的 是不是 自己一個冷氣房裡面 有司機 有人服侍 有工人 都不知道那個生活苦困 我問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去年死了幾多人 他要回答我1700多 就是有幾多老百家淪候這些縮位 期間死了的 1700多 過去五年是7500多 平均一年是1500 去年那條數是最大 如果超過平均 越來越多都說會越來越多 因為越來越多人等 等那個期就越來越長 是吧 所以等的人 等著期間過世的人數 你都會每年越來越多 這個趨勢是看到所有的數字 如果你作為一個問責高官 不要說問責高官 你作為一個稍有良知的公務員 你都會覺得這些問題 要盡快糾正 是吧 長哥回來了 我真的想問問你 唐英年已經第四次寫信 給立法會主席 或者內務副主席 內務主席 來趕我們寫文言 你估計他想怎樣 他這個是例行動作 有意思 我就問問你 你客觀點看想怎樣 他為何要經常尿我們 可能他媽叫我們 可能他媽叫我們 唐老大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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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答給你 政壇也是個笑話 咦 為何同英年想做特首 媽叫我們 這個有趣 知不知道為何 我猜 我沒有看 現在很難找那一段 那一段 她拼了 不是 她媽叫她 不是 你說什麼 粗口那段 有 當然有 在YouTube有 昨天那段 昨天動作林公公那段 有 我知道 不是粗口那段 我們被人說 說粗口那段 對 她聲稱 審問連兩位立委員 說粗口那段 我聽到 因為我剛才跟阿欣姐聊天 她說 有個女高官 很細聲地跟她說 我身為一個母親 我又不想聽到這些話 我由此推斷 唐英年做為母親 很想唐英年聽到這些話 怕唐英年 怕唐英年 你真是 你真是 所以我說不用怕 媽媽 你的兒子更厲害 唐英年她說了 因為她不知道 是甚麼 你不要看低她 大哥 是政務司 九成九 她不知道是甚麼 這個我們不要爭 這個 所謂粗口這個問題 第一件要問一問 就是 電視台 將這些所謂的 粗語 嘟了她 令到公眾是沒有權利 你沒有知情權 知道這些究竟是否粗口 可能不是 她已經下了結論系 她的事先下了結論 那為甚麼不讓公眾 自己去決定這件事呢 因為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們是文宣語言 如果你們真的做了些事 你的選民是不歡迎的 那幾年後來不算 台長 動文那兩句話 不認識的人 都可能會當她是粗口 譬如你這樣 或者說她的臭死 這個是罵民主黨的 不關林水平的 我知道 這兩句話 如果人們不認識的人 都會有少少 可能擔心這句粗口 喂 我罵她是罵她狗官 她說我講粗口 我罵她狗官 她說我講粗口 這句真是最離譜 有些朋友不知道 我罵她狗官 看到我說完 都會這樣 以為我講粗口 而且畫面是拍你 指著她 我指著她罵她狗官 喂 我罵她狗官 我罵她 都會這樣說我講粗口 她以為你在這裡 草泥馬 草泥馬 她以為你在這裡 草泥馬 你說這些電視台 我是這樣 發知到某天 社民連結議員在裡面 嘟了 嘟了 一直嘟到尾 這個真是好笑 其實如果大家想深一層 這些都是一種抗爭 現在大家不明白 過了一年兩年之後 或者三幾年之後 慢慢就會明白 有很多事情 當那種制度凝固了 僵化凝固 你就喪失這個改革的動力 大家習慣走過的路 一定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你忽然間有人 靈癖溪徑 披荊斬擊 說開一條新路出來 給你 你敢不敢跟他走 當那條 靈癖溪徑 哇 原來是光明大道的時候 後面就是這樣 今天馮檢基都說 差點想跟我們扔招 啦 是不是 哈哈哈哈